她在年初勇夺事后宝座,在TVB最新聚集动人的时光中竟然被批,目口目面。 她在年初勇夺事后宝座,在TVB最新聚集动人的时光中竟然被批,目口目面。唐诗永勤年初勇夺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7的最佳女主角,演技备受肯定的同时,大家对她的演技已自然会更有要求,对她的新作有所期待。 她或风释扣之后守不出街的剧集动人的时光已经播出了两集,不过对于她在剧中的表现,似乎就未有展现到释后集的演技。 由第一集看到第二集,她的表情来来去去都是一个样,不是目口目面,就是成日皱着眉头。 加上她讲对白的声音也没什么高低起伏,一个tune听到好闷。 例如她做救护时讲有关医护工作的对白,就有背书的感觉。 当她就玩个BB之后,明明是很开心,又鼓励个BB,但听她的语气却听不出她有几开心,语调相当平淡,没什么感情。 之后她发现自己无拉拉婚姻在山上,应该好惊好疑惑,不过她只与人一种神情单质的感觉。 就算知道自己原来被未来老公误会她毁婚而被取消婚礼,她都表现不出那种紧张担忧和绑惶无助的感觉,只是一味皱眉头,继续苦口苦念。 注意,点击上图即可免费领取,小月助手,说省就省。 观众和网民对于诗勇在剧中的表现,评价都比较负面,批评她演技不济之余,又画她个样口种面种,甚至有人画因为她而把地套剧,画她单无道打齐。 然而单靠首两集就下判断似乎对诗勇亦有欠公平,而且诗勇拍摄该剧的时间,正值2015年5月,一集是她与洪永成分训传出后的数天。 虽然作为一位专业演员不应受个人情绪影响工作,但人非草木,经历分手之痛的她心情难免会低落,可能也会因此影响了她的演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